什麼方式去放進資料呢? 其實有點類似像資料庫 你可以用add的方法 比如說放一個吳老師進去 然後放這個蔡依林進去 放一個蔡允潔進去 用add的方法 放進去之後的話 我想知道裡面到底有幾筆資料 其實真的還蠻像資料庫的存局 資料庫也是add進去 然後你可以用什麼呢? 這個物件的一個方法叫size size的話就可以知道說 到底有幾筆的 他return回答應該會是3 那是否空的 再呼叫也是empty 那應該什麼? 應該是false 因為裡面有放了三個資料對不對? 然後它的內容為多少? 我就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把它用一個haveset 直接把它當成是一個 一個資料一個物件 把它放在這裡 它就直接幫我輸出了 直接print出來給各位看一下好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預設這個地方 isempty有沒有 這地方就會怎樣? 呼叫是 為true 因為裡面是空的 那我再把這三個資料放進去 然後size的話它會是3 對不對? 然後isempty false 為什麼?因為有放東西對不對? 然後呢? 內容部分的話這個東西會 會輸出什麼呢? 內容部分各位可以看一下 內容部分呢就是這裡 他會自己會幫我把它放在一個 中瓜湖 中瓜湖裡面 然後分別就是放什麼? 蔡依林 陳允潔 跟吳老師 那你會發現他的順序喔 我們本來是先放吳老師 再放一個什麼? 放一個蔡依林 實際上是一個 一個stream的變數 再上陳允潔 可是你會發現順序 他不是照我們的順序擺放喔 那這個順序會 是什麼? 怎麼一個規則 我想後面我們再來看 那是否有蔡依林 那我要怎麼去查詢? 有沒有 如果說你要查 以前的話 你要去什麼? 比對啊 什麼ecos 然後一個一個去 跑回圈幹嘛的對不對? 現在要不要? 不用了 直接怎麼樣呢? 直接用一個什麼? 這叫contents 這個變數就好了 這麼簡單 就可以找到我們要的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有大量資料的話 你還會用array 如果你用集合物件的話 你就一定會用集合物件 那array可不可以做得到? 可以啊 array陣列裡面可以這樣做 只是說 你光寫程式 你又要寫一堆了嘛 對不對? 所以像那個 之前我們有一題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和洛之術有沒有? 和洛之術那一題 其實也可以用collation來做 而且它的那個效能啊 還有就是程式碼 就大大的減少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然後呢 是否有Name 1 這個王心靈有沒有? 沒有 為什麼? 因為裡面只有這三個嘛 所以retens of force 所以你